玩具TV 第25季第5集 我沒有說錯嗎? 這次要介紹的 其實原本應該就是這個 兄弟系列的麥魚兄弟 不過 現在要說的是很快 如果大家又進入這個 一個麥魚八爪魚兄弟的話 都會有機會抽選到這一隻限定 不要理我了 這次要介紹的就是這次的特典 鼻吞細枝高橋梨沙 究竟裡面這次有什麼東西呢? 很大盒、很重的 第一件事就是開箱 好像平時有點不同的包裝 對,麻煩你 靜靜坑坑坑 麻煩你 就是這樣了 喔 不要努力地拆出來 你已經看過了是不是? 類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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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不是那隻 小心 其實我為什麼要這樣開箱呢? 我看看它的盒子會不會有些驚喜給我 是 貼了五百元左右 對 台幣還是什麼呢? 是一點驚喜都沒有 沒有的 好,到底是什麼呢? 如果大家有印象我早前介紹過另外一個抽選特典的話呢 這次是一個成熟版的抽選特典 上次就只有女兒 有個頭包著 另外其實這隻在上次的特典有出現的就是在他的腳邊 小小粒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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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八爪魚 現在 大個仔了 就和這個高橋李沙 融為一體 的作品 他不是吃了它 這個八爪魚有一個形狀很可愛 對,我想正面給大家看 看到牙齒是很仔細的 眼睛是用了透明件 這是什麼質地或者監製可以撐一撐 通心的 這個呢? 這個是QVC 對 很遠的監製 轉一個圈 其實我 水平轉一個圈給大家看 因為可能有些地方都想大家close up 看到腳趾那個著色都挺好的 腳甲還腳甲,腳甲前面就用深一點的膚色 然後就慢慢 做回正常的膚色就上了腳 腳甲 另外本身這個高橋李沙的同體 也是零龍球突的 球不掉了 球包住了 上次都包住了 哇 哇 所以 只是掉了一些東西下來而已 不是不是 我見到他們的觸手 哦 哈哈 哈哈 手中 手中 手中不轉了 所以立刻轉了 好好說 他前面 我說我這個位都真的看到了 壞鬼 他的創作 洞的 deliberately 他的創作力真是都很 很驚人 有不願意 他真的有付諸實行 ugh 的人一直都 Aph something 可以購買他作品 或者真的 其實我想大家也不用鬆那麼低 就看回本身這個高橋里沙的口 噴出這一隻的 我叫八爪魚先啦 這樣也很清晰的 噴出來 這個口噴出來 接著它又 托著 托著它 是啦 所以是挺過癮的 那它不是吃了它 你可以當作不是的 因為本身其實它們的作用是治療 我重複是治療 基本上是養泥給人類食用的 養泥嗎 所以它 噢 成功 是啦 所以是挺過癮的 還有你看到本身就著浴缸那個 我叫 先打一下 那些是普通的透明 不夠手牆 中指 差一點點 碰到了 指甲碰到了 咦 碰到了 硬的 硬的 透明膠 整件東西就變了好出的樣子 將整個作品 帶了出來 它有一點青苔的行鎮 是呀 是呀 幾邊都有青苔的 是呀 嗯 即是不要理他的題材是怎樣的 即是他的創作力 即是 創作力量 幻想 扎回一點點 免得被人投訴 還要適合 口味 這麼緊要 其實我不喜歡吃魚的 我又覺得不是值得去買 但真的不是笑 是呀 是呀 基本上是給大家看看 整件的 藝術品 層次 造型 本身那種創作 大膽的嘗試 女性的曲線 營造成為這件被吞勢的什麼什麼什麼 謝謝 就是這樣 所以今天的玩具TV差不多 剩下一些低的時間可以吹水 是呀 YES